先介紹一下自己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阿姐的貴君 高文君 可以講過了也行 介紹一下 再講一下你的背景 講一下什麼 我今年22歲 然後是香港大學的學生 今年是來香港的第五年 然後在這裡生活的還挺習慣 所以挺喜歡香港 那你是讀什麼 考過香港大學的 我現在是修讀兩個學位 第一個學位是土木工程 已經畢業了 然後現在是在修讀另一個學位是人力資源管理 講一下你的感情生活 什麼時候開始拍拖 或者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第一次喜歡男生是在初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是暗戀 就沒有修成正果 但是如果你 之前我們講過 我們這部影片是講一個兼職女友的 是講兼職女友的 如果你做過 你覺得 如果你做一個角色 你覺得你會因為什麼理由去做兼職女友呢? 因為什麼理由? 如果是經濟女友 我覺得應該是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那你生活所迫是因為你 家人 還是你自己窮 或者什麼呢? 譬如說 可能你在大陸 過來香港 你生活不到 還有你的兼職女友 你覺得你自己 本身做了什麼職業的兼職呢? 本身的話 如果是我做兼職女友 還是兼職女友 你兼職女友 就是你全職有一樣東西 譬如是學生 或者是做文員 或者是做土木工程師 你出來做兼職女友 你覺得什麼事呢? 那應該是遇到了渣男 遇到渣男之後 逼你去做 對 遇到渣男 然後覺得不相信愛情了 然後就去做兼職女友 你有沒有做到渣男呢? 有 哪個 怎樣做法呢? 就是 會對感情不專一 那我是今年 亞姐 亞軍學生兒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演員來的 那我平時有學肚皮毛 學drama 各樣東西 那希望自己可以多才多藝 那些人說你肚皮沒有肚皮 是啊 很慘 那因為亞洲女性 特別是俄羅斯 我們本身身形比較弱一點 可能臀部也比較弱一點 那我們就會用其他地方去令到感覺出一點 但肚皮應該是沒有肚皮的人都可以令到肚皮這樣吧? 是 但你未練到這樣? 未練到 學了年紀 你是演員 演員學多些東西是對的 是 你是拍過什麼戲? 最近拍了《屯網》 郭虎城的 之前又有參加 就是幫墮落花 都是做Madam的角色 做Madam? 嗯 那現在《屯網》是做什麼角色呢? 都是Madam 都是Madam 那些人找開你 找多一些人做一種角色 就是做一種角色 他們覺得我很靜氣 因為之前試過有些Agent想找我去做一個男主角隔離的女伴 那最後因為那個電影 香港電影很多時候都會有女景角色 那些劇組都會想留我來做什麼 你第一次拍到多少歲? 十 二歲 嘩 厲害 所以 全部都是散胎 全部都是散胎 所以整天都叫分手 對 整天都叫分手 對 一個很奇怪的理由都會叫分手 很奇怪的理由都叫分手 對 十二、三歲的時候是這樣 對 對 那如果那些是有 一套戲之中有聲響圍鏡頭 有什麼東西? 可以 拿路呢? 拿路 我 老背脊也不錯 老背脊也不錯 對 親熱可以 親熱可以 是嗎? 嗯 可不可以說說你的性經驗? 我的性經驗 你可以說多少? 我其實是弱一點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拍散拖 身邊的女生朋友會告訴我她的性經驗 很早就已經有 然後我就覺得這件事不可以這麼早發生的 所以我通常很快叫分手 因為我不想發生這件事 十二歲的時候? 十二到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那些朋友可能喜歡三歲就已經有 那我就不行了 所以是很後期才有性經驗 很後期才會怎樣? 十八歲 十八歲 不是二八歲 不是 還未來的事 所以十八歲才有性經驗 是 但你覺得你拍到性行為的角色 那種角色的時候 有性行為的時候 你會不會介意到呢? 我覺得我會需要喝杯酒 還有沒有什麼 拍性行為電影的經驗 坦白說應該會有一點 因為試過Casting 要Cast安全套廣告 他要我那種很有魅魅 很挑逗 很挑釁 很挑釁 我覺得我還未能放下那個包袱 是嗎? 是 但你如果拍一些很享受的線行為角色 那些鏡頭應該是嗎?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應該是可以 只是 你要我立刻Action 就去 可能我還未能 可能要幾乎給我 有沒有被我發揮? 是 譬如現在再說一個 渣男要往你做雞 渣男要往我做雞 打你 打我? 是呀 渣男要往我做雞 是呀 我現在有很大的中間中罩 在這裡限制自己 渣男要往我已經很瘋 你會怎樣? 先摟他回頭 想要我先打你一巴掌 其實我也挺想的 即是打他回頭和他 直接抽 即是立刻看有沒有玻璃瓶 打他回頭 是就是這樣 而且場面應該會失控 是嗎? 是 就是這樣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先 Hello 你好 我是蔡小蝶 是今屆2020亞洲小姐 香港區域冠軍 我今年23歲的 平時是做平面模特兒多 今次都希望通過這個比賽之後 可以接觸多些拍戲 或者拍些節目方面的東西 你做了很多年模特兒 7年左右 做了7年左右 已經 那你很小時候出來做模特兒 一開始是兼職形式這樣做 讀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那我之後去台灣住 你是在哪裡出生的 我在深圳出生 我在深圳出生 鄉下潮州 鄉下潮州 你是潮州人來的 所以你會講到潮州話 會講 很流利 在哪裏讀書 香港 中學還是 小學 不是中學 中學 中學是讀李炳 聖工會李炳中學 聖工會李炳 好像都很多年了 好像都成立了多年 我是14歲來香港的 來了差不多10年了 懂得玩什麼樂器 其實本身是不懂的 因為這次參加比賽 就學了烏克里利 什麼烏克里利 就是小結他 我知道 你有沒有學過唱歌 沒有學過 你也挺大膽 沒有學過唱歌 你也沒有學過 就夠膽拿出來表演 因為這個是最容易 可以表演到的東西 你只唱歌也可以表演到的 我覺得有少少單調 如果我唱歌不太突出 或者很精彩的時候 所以就打算加少少東西 好像可以豐富一點 是 因為我們都覺得你唱得挺差 和彈得挺差 但是覺得挺有趣 都是懂得的 但是大家都覺得 所以就不說 如果你是 那你說過你的拍拖經驗 不如 我拍拖的經驗 不是 由第一個開始說 由暗戀開始說 第一個男朋友 就是上班式的 但是我都很多年 但是很照顧我的 那個男朋友都拍了年幾 是做什麼職業的 餐飲業 餐飲業 但是你很多年 不是次歌 誰為次歌 然後就拍了年幾 最後就 因為 有些不適合 所以 有些不適合 每個人都不適合 所以分開 你如果要拍戲 你可不可以拍一些前陸鏡頭 或者一些很大膽的演出 或者Kiss 或者拿路 你行不行 普通的親白片是OK的 但是如果說 那些應該暫時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可以做 如果提供你足夠的心理準備就可以了 蛤 如果提供足夠的心理準備就可以了 自己暫時還未接受到 是嗎 但是拿路 譬如背 背念 那些 要看回整個片的 叫什麼 劇情 是 你知不喜歡我貼你的冠軍 嗯 看回Pay Badge 但是為什麼會貼我 是冠軍 我覺得 因為我看了賽牌 我覺得你們彈 和唱歌 是很差 不過有幾套好 很特別 很奇怪 每個人都玩這件事 你玩了另一件事 你比較聰明 但是我不是給分給你冠軍 我是給分給你很好 但是問題是因為我給些差的 都給得很好 所以我沒有給你特別好 我給到六七八九分 是相差很少 但是我看到旁邊那個人 我偷偷到旁邊那個人 他有些給你一兩分 也給你八九分 所以他的影響力會大一點 嗯 是的 我的影響力很小 所以是不關我的事 哈哈 多謝你 OK